天文台最新风暴消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继续留在室内 直至风力减弱为止 切密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 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 旅客前往机场前 请涉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 部分地方仍然吹裂风及狂风 切密松懈防风的措施 有关最新天气消息 请留意电台 电视台 或者是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及流动应用程式 这一节的风暴消息 报道完毕 现在由陈尚中报道新闻 天文台在晚上7点40分 改发8号东南裂风或暴风信号 天文台说 本港多处仍受裂风或暴风影响 8号东南裂风或暴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 市民切密松懈防御措施 山竹的雨带仍然会为本港带来狂风及大雨 部分低蛙地区仍然受水浸影响 海面初时有巨浪和涌浪 随着山竹及进一步远离香港 预料本港风力会在明天逐步减弱 天文台说 今天山竹对本港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 四周环境可能隐藏危机 请市民务必提高警觉而刹安全 强台风山竹目前集结在香港以西 以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约30公里 而向广东西部内陆 全港多段铁路路天断路线 在强台风山竹吹集下出现广泛淋树 也有高压线损位包括东铁线、马铁线、西铁线、基铁线、东涌线和轻线 澳门气象局在晚上8点改挂8号东南风球 并预料8号风球会维持一段时间 直至下午5点澳门民防行动中心 接获155宗事故报告最少13人受伤 内港同化子机水浸严重 预料情况比去年天甲吹集澳门市更严重 救援人员出动水上电单车搜救 山竹吹集珠江口、港珠澳大桥管理局透露 实际监测资料显示 山竹吹集期间 大桥最高阵风每秒55米 即是16级风力 索力、位移、震动监测都在设计范围之内 目前港珠澳大桥有83人 驻守东西人工岛 负责监控、救援等工作 一切情况正常 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8号热带气旋警告 黄色暴雨警告 山泥倾射警告 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验证生效 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讯号 在晚上7点40分发出 取代10号巨风讯号 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 本港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 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 切勿松懈防风措施 我们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 初时吹烈风至暴风程度东南风 晚间风势逐渐减弱 明日风势逐渐转清静至强风程度 默云有狂风大骤雨 雷暴同涌浪 可有大致巨浪 气温介乎25至28度 指望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 天息耗转 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 沙米以南、香港以南、沙特以南 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预风 南武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领风 天力开放在晚上7点 強台风山竹集热在北位22度 东京112.3度附近 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 约为每小时155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约30公里 移入广东西部内陆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轮近海域 吹东南风11至12级 晚间9至10级 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可有极巨浪 南武以南吹东南风7至8级 初时达9级 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可有极巨浪 沙米以南吹东南风11至12级 稍后9至10级 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可有极巨浪 香港以南吹东南风11至12级 晚间9至10级 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可有极巨浪 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11至12级 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可有极巨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 吹西南风10至11级 可有极巨浪 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可有极巨浪 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 渐转吹西南风7至8级 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可有极巨浪 气候以48小时天气展望 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 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华南岛吹东南风10级 震风11级能见到3200米 山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3公里有雨 冬沙吹东南偏南风7级能见到10公里 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11级 澳门吹东南偏东风6级能见到2,800米有雨 细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5,000米有着雨 8号东南列风或捕风讯号言证生效 预料本港吹东南风 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 强台风山竹已经减约为1台风 在下午9点钟山竹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280公里 即是在北位22度、东京111.5度附近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 而入华南内陆被逐渐减约 随着山竹远离本港风力征逐步减约 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受到裂风或暴风影响 8号东南裂风或暴风讯号会维持一段时间 市民切密松懈防汇措施 山竹的雨带仍然会为本港带来狂风大骤雨 海面初时有巨浪及涌浪 预料山竹会在华南内陆减约 本港风力会在星期一逐步换和 今天山竹对本港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 四周环境可能隐藏危机 请市民务必提高警觉以刹安全 在过去一个小时 长洲、沙洲以及西贡分别录得最高的持续风速是 每小时94、85和73公里 最高震风分别是每小时115、116和98公里 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 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阵的风暴消息 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晚上9点由来雨光报道一节新闻 天文台表示强台风山竹 已经减弱为台风 随着山竹远离 本港风力正在逐步减弱 但多处地区仍然受烈风或暴风影响 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 高级科学主任李淑明讲下最新天气情况 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 是现正生效的 强台风山竹进一步远离香港 本港的风力是进一步缓和的 但在多处的地方仍然是吹着涅风 接暴风程度的风 所以8号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是要维持一段时间 请市民不要松懈防御措施 山竹仍然是为我们带来狂风大雨 而且海有巨浪和涌浪 所以市民要继续保持警觉 要到山竹再进一步移入 广东的内陆再减弱的时候 预料本港的风力在星期一会逐步缓和 至于天气预测方面 预计会初时吹涅风至暴风程度的东南风 而风势今晚会逐渐缓和 到明天风势会变成清净至强风程度的风 天气方面会有频密的狂风大雨 还有雷暴还有涌浪 至于天息方面要到随后一两天 星期二星期三天息会好转和骤雨会减弱